字幕志愿者 李沛 视频 神明 张声 门 字幕志愿者 王宁 真的吗?真的 今晚我们要看的这间店是有学校情怀的东西 有学校情怀 装修风格就像贵族学校 但你不要觉得它只是主打它的装修 居民,他们的行政总厨是在饮食界很厉害的猛人 所以它对食材那方面是一定有要求的 所以环境,你去评测,味道,我去评测 学生,同学,大家一起来评测 走 这个是学校的 好像有很多人 突然间发觉很开心,回到学校 服务员比较像贵族学校的学生 这种胡椒猪肚鸡,这个是我们的招台餐 这种品都是澳洲进口,都是现点现切的 配合我们这边的锅底的话 比较建议点我们的青斑鱼 然后价格也都很贵 我们的鱼类都是现点现杂的 都是新鲜的 它原来是不同的锅底配不同的食材 它是不同的食材 对啊 味道的真体呢 这个正是我们校长想分享给大家的 外面很多食火锅的人士 他习惯都是把全部的食材放进去 这样的话就吃不出我们食材的鲜味 和我们的味觉的感受 我们的校长是从业三十多年的 这个广东十大名厨 校长将每一个食材 研究得很认真,研究得非常透切 而且我们的酱料 校长连这个怎么搭配都研究了 你要哪种 鲜油 那星哥你们挑什么酱啊 半门碟 高级水 喂吃得了 可以 好正啊 看他的汤底 嗯 这个汤真的很好吃 有点黏口的感觉 有啊 粘粘稠 好像骨胶原的感觉 嗯 一口汤 我觉得不是汤 这个汤 好黏的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喝养生汤 因为我们的汤底 用新鲜的猪骨加本地的老鸡 八个钟而鸡 糊涂猪鸡有质寶和驱寒的作用 嘉诚,你看 每一道菜都会给你一个小牌 这个是青斑 切得很大 这个肉是很淡的 我这个酱比较浓厚 但是不能吃鱼的鲜味 我喜欢吃的鱼就是像青斑 要淡厚的 还有这个鱼的鱼鱼 很滑 而且显得特别鲜甜 我觉得会滑一点 最重要是它不抢 不会是鱼鱼鱼的味道 或者是鱼鱼盖住鱼 两个是互相不影响的 这个是首切冰花牛肉 六五十就行 而且不能超过四片 嗯 这个牛肉肉肉很脆 肥瘦适中 嗯 所以其实骨膠原 其实是保护了食材 所以表面很滑 这种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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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但在我这个角度,它没有太爆脏 它的猪肉的味道更突出 三宝丸,虾丸,蜜鱼丸,蟹肉丸 它是手工打的,最少打了10次 爽口,蛋牙,有虾味,有嗦味 再加上虾子搭配,很有口感 这个蜜圆的感觉非常接近海鲜 很鲜甜 很鲜肠,很鲜肠 猪肚,猪肚鸡汤可以煮到这么浓 真的很浓 这个环境装修,跟现在的货室有点距离 但有些位置要做得很好 很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偷偷吃零食的感觉 有点像 所以我想问你这个问题,是否男人都喜欢偷吃的呢? 老师,这个问题我不会答 我们吃了这么多东西,真是很棒的 这边的汤底不错 今天是什么汤底? 这个汤底,会不会太浓 影响食材的味道? 其实也不会,可以平衡 也不会太浓 但你吃到口就很丰富 我们平时的火锅店都是吃辣 四川火锅 少吃这些,这个还可以 第一次吃 第一次是可以的 可以当汤喝 可以 你觉得里面的材料如何? 很新鲜 今天这个汤底是浓郁的 可能是我们最近的探店 比较浓郁,和真材实料的一家 我喜欢这里的环境 而且这里也很有趣 因为这里是火锅学堂 我们来这里不是学习鱼,素理化的东西 是学习有关火锅的东西 即是吃东西 会发现食材的价值 和怎样配更好吃 和什么锅底更加适合 而且大厨真的有经验 对食材各方面都很讲究 是的 他们也希望可以将食材的价值最大化 可以 不同的平台,点击关注我们 下次更新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现在我们还有礼物送给大家 哇,有什么礼物? 到下方评论区 我们会随机选一位朋友 送出阿温,嘉昇,或稳成计 精神为你挑选的零食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拜拜 各位同学,下课 谢谢老师 拜拜